先前有提到呢 如果你骰一个骰子 骰出两点的几率是六分之一 但是如果你骰一个骰子呢 看它是不是偶数 如果是偶数的话 才看它呢是不是二的几率 就变成是三分之一 这个呢是不同条件的状况下 去问同一个事情的几率 那就会算出不同的结果 这就是条件几率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来深入的讨论一下 这个条件几率了 我们知道呢 当我们在讨论一个样本空间里面的 某一个事件发生的几率的时候呢 我们会写说这个P1啊 P1 也就是呢 一事件发生的几率呢 当然就是什么 样本空间的样本点数呢 分之这个事件的样本点数 可是如果今天同样的 在整个这个样本空间当中有另外一个事件 叫做A事件 那么我要讨论呢 在A事件有发生的前提下 然后呢 E事件会发生的几率是多少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这个意思是说 在A事件发生的前提下 所以A要写在后面 然后呢 这个一个直杠 然后前面写个E 在A事件发生的前提下 那么E事件发生的几率是多少 那这个东西要怎么想呢 这个时候大家要想的一件事情是 由于啊 E事件呢 不见得完全包含在A事件里面 它有可能是这个 有部分交集 但是有部分在A的外面的像图上 这个状况下 所以呢 E事件对于A事件发生的这个几率呢 其实要看的是什么 A交集E的这一块 OK 所以呢 我们通常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说 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先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如果呢 今天我的这个A事件 如果今天我的A事件呢 是甩骰子 甩出点数为这个 好 你骰骰子 好 骰出呢 点数 是基数的 甩出 基数点 好了 我们这样写 骰骰子 好 甩出呢 这个基数点 好 基数点 那我们当然知道呢 它的样本空间有哪些呢 就是一三五嘛 对不对 OK 好 可是呢 如果今天呢 我 呃 问的这个问题 呃 这个E事件呢 其实是说什么呢 我甩出 直数点 直数点 就是呢 我的骰子呢 甩出的是直数点 好 那我们知道呢 直数点有哪些 就变成是 二三五咯 好 二三五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呢 既是基数又是直数的 是什么呢 既是基数又是直数的 就是三五啦 所以呢 A交集一 就变成是什么 是三跟五而已 所以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问 这个 叫做呢 在 甩出 基数点的状况下 然后呢 甩出 直数点的 几率是多少 当我甩出的是 基数点的时候 那么 这个甩出来的东西 是直数的几率是多少呢 那么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是 你去算 基数点的 这个 样本空间呢 这时候就变成是 基数点了 好 然后呢 它的这个什么呢 它的这个事件呢 反而就变成是要 这两个的连级 因为你要在 A发生的前提下呢 看 E发生的几率 所以 A发生的前提下 看 E发生的几率 这两个就要 交集才可以 才会是 所谓 发生 E的几率 你就不可以把 这个 2考虑进去啦 所以呢 你这边算出来呢 就是 N的 A 交 1 所以这个地方呢 最后你这样算出来 就变成是 3分 2 OK 所以呢 这边要跟大家 表达的是说 这个几率呢 其实它的内容呢 是 NA 然后呢 分 之 N1 NA交 1啦 N的 这个 A交 1 好 那这个东西 到底又代表 什么意思呢 如果今天呢 我们更仔细的 来看了的话 我们继续把这个等号呢 写下来 写下来 好 我们呢 同时在分子分母呢 再去除以样本空间 也就是说呢 我们把 N的A 交集1呢 去除以NS 然后呢 当然 再把这个NA呢 也来除以NS 也就是呢 除以样本空间 好 剩下都除以样本空间的话 你就知道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 这个几率的式子 对不对 这是一个几率的式子 这上面也是一个几率的式子 下面就是 A事件发生的几率 而上面呢 则是 A交集1事件呢 发生的这个几率 所以 我们从这个过程 导出一个重要的内容 在这个地方 请大家务必呢 要注意 也就是 在A事件发生的前提下 发生E事件的几率呢 其实可以把它拆解成 两个几率的相处 也就是A交集1事件的几率 去除以A事件的几率 我们再次用这个例子呢 检查一次 如果今天呢 甩出奇数点的时候 我要看它是不是 植数的几率是多少 我直接可以拿来算呢 就是既是植数 又是奇数的几率是多少 是六分之二嘛 对不对 也就是三分之一 然后呢 下面这边是什么呢 这边下面是这个 是奇数的几率是多少 那是二分之一嘛 所以三分之一 除以二分之一 你最后算出来呢 就等于多少 这边就等于三分之二 确实呢 就是你用 跟用这个样本点呢 去算呢 的答案是一样的 OK OK i know you